大陸列顽固台獨份子名單 其中禁絕關聯企業跟金主在大陸牟利 就像民進黨立委有問題 你像我們在選舉的人 網友啊 覺得欣賞他的 他真的會給你捐款耶 那個東西都查得到耶 像這一些 金主也沒定義了 大大腳叫做金主 會這麼問 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同事蘇巧惠 同時也是被列在名單內 行政院長蘇貞昌的女兒 你去查蘇巧惠的這支現金 排名前十 你看有幾家有大陸業務嗎 我認為所有選舉的人 至少這些金主大概不敢接他電話了 講白了 對岸就是要斷他晶圓 因為根據數讀政治現金統計 蘇巧惠前十名盈利事業的捐贈 捐了一百萬的豐新鋼鐵 在大陸有設廠 貫德集團旗下的環球購物中心 也曾經在天津開分店 董事長目前積極拓展海外業務 中電集團更是發源於香港 網站介紹是大陸最大的獨立發電外商 不少金主都在大陸有投資 會不會擔心接下來選舉被囚贏根 今天大家為了保護台灣 我想應該是會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吧 中國這樣子的手法確實是 他要造成的就是大家的寒蠶效應嘛 就算無奈也只能咬牙上前行 但有人就想到這個問題 我的好朋友陳柏惟 他如果是陳玉珍 如果家屬然後限制陳柏惟 陳玉珍又帶衰到 有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 所以委員我想您舉到這個東西就知道 說他到底有沒有可能具體去做這些操作 也的確就跟金主一樣 家屬範圍怎麼定義 又有怎麼樣的影響 主導權似乎還在對方手上 TVB的新聞 與吳琦劉立雄韋加琪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